介绍一下共产党对妈妈的账户里的钱 他们在做了什么 妈妈呢一直都是张了要回国要回国的 现在呢在我们家跟前 所有的人账号里不能超过5000块钱 如果你超过5000块钱的话 要上传你的身份证 不管你有几个账户 银行它时时从12月份一直在通知我妈妈 就是我妈妈一直很着急 不想让她回家 所以呢我年前带着妈妈去了纽约 去了韦石家陆克前妻陆克家都有去过 中央火车站也有去过 就想让妈妈看到真实的 美国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你中共现在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中国老百姓的钱也是不是你自己的 美国人的钱也不是你的子 美国养老金和退休金也让这帮败类 这帮混蛋他们把钱跟中共勾兑 蓝金黄花在自己的妻儿身上 就像我们站在这个扇尾剑头 他这房子绝对不是他自己掏钱买的 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汗钱 也是美国老百姓的血汗钱 这一个月改变了妈妈 这次呢也是妈妈主动说要过来 我们是为自己发生 也是为中国老百姓发生 我们只想告诉世界真相 问一下妈妈 你现在什么心情 知道共产党有多邪恶吗 知道 我杀纽约这区一趟 不回家了 灭了他再回家 武器来自侧